各位市民大家好 可能讀了今时今日 大家还觉得 香港大学选副校长 关我什么事呢 但其实这件事 一早就已经不是 只是香港大学的事 更加不是关于 请不请陈文文的问题 作为香港 学术自由的桥头堡 香港大学的院校自主 一旦失手 所有的专上学院都会相计淪陷 大家试想像一下 将来 无论你的食水里面 含源量有多高 那些官员 那些大学学者 那些医生都会跟你说 拉围一世喝就没问题 就算SARS当日再能 那些大学学者 那些微生物学家 都会出来跟你说 没有疫情 没有人死 没有新感染过案 到时我们的香港 食水非常清洁 人人长命百岁 社会十分和谐 大家是不是想住 一个这样的香港呢 大家好 我是幸林觉醒 我是黄荫康医生 守护我们的香港大学 就等于守护我们自己的香港 多谢大家